他就來了 不要 緊握繩子壓低重心 使出全力往後拉 過程中甚至整個人跌坐在地 但選手乾淨其聲 持續喊出口號努力不懈 宜蘭三星國小和國中的拔河隊 挑戰全國拔河比賽 雙雙奪得冠軍 鄉長特別為他們加油打氣 而這兩所學校的女子拔河隊 去年參加全國拔河錦標賽 也雙雙奪冠 今年教育部體育署舉辦 全國各級學校室內拔河比賽 三星國小女子拔河隊 以五場十局全勝 獲得女生組420公斤級冠軍 三星國中女子拔河隊 也以五場十局全勝的好成績 榮獲女生組460公斤級冠軍 能在比賽中獲勝 也歸功於每天扎實的訓練 辛苦是練習 練習的時候雖然很辛苦 可是你這樣成績 成績這樣有很好的話就很值得 沒有什麼理想的目標 有 去今天以前搭國手 剛開始搭的時候會痛 剛後面慢慢習慣下來 就擋上鴨手然後 就是出國之間的世界環境 不間斷的練習 學生們的手掌心都長滿大大小小的剪 三星國小巴河隊每天練習兩次 一次練習時間大約一個小時 比賽前一個月假日集訓 三星國中則是每天從下午2點到6點 練習4個小時 比賽前兩個月假日集訓 雖然辛苦 但看到比賽勝利的結果 一切都值得了 學生們希望未來能夠再創佳績 甚至成為國手為國爭光 TBS新聞 簡大成陳佳彤 宜蘭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記錄 記錄